中午时间世子国小躲避球队的选手们起居一堂 大家开心的吃薯条喝浓汤 当然还要点一份赘的牛排来吃 世子国小躲避球队拿下好成绩 不但拿下了七星区的冠军 更代表新北市打进全国赛 所以新北市议员廖仙翔也为小选手们办庆功宴吃牛排 世子国小在我们的七星区赛 女躲避球项目得到了第一名 然后顺利的进到我们的试赛 也顺利获得了前四名可以参加我们的全国赛 那这个也是我们世子国小创校以来 应该是第一次的女躲避球项目 参加晋级到全国赛的一个项目 那这一次他们到台中比赛非常的辛苦 那这一次回来之后 我想说就好好的慰到我们的同学 世子国小女躲避球代表新北市参加全国赛 也晋级到16强 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个成绩 感谢我们平常用心指导的教练 以及我们所有的小朋友的努力的一个成果 同时呢也感谢廖议员 也为了慰绕我们所有的学生 请小朋友吃牛排鼓励他们 首次进军全国赛 那在全国赛的表现 让人惊艳 有打进我们的16强 这一路以来我都有在陪他们 这是看他们练习 非常不简单 比赛期间家长会长也和教练 带着孩子们一路过关斩将 最后到台中打全国赛 看到他们努力练习 在场上会和比赛的情形 也非常肯定他们的付出 虽然练习辛苦 但是能够打进全国赛 虽然最后在16强止步 但是小选手们不气馁 也很开心有牛排可以吃 希望未来成绩越来越好 就是像传球 然后还有就是防守练习 然后还有跟学长 学长学姐们练习 很开心因为这是第一次 从来没有过的经验 其实练习的时候是很累吧 然后但是在比赛的时候 就会觉得 我这次练习了这段时间 终于得到一个成果 其实说到是还蛮开心的 或许没有达到他们心目中的 那个名次 但是我想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队友是我们 在这个过程中 所获得最大的一个伙伴 那同时学会了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团队精神 我想这个是他们在这次比赛之后 可以留作这个一辈子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忆 细子国小躲避球队 打进全国赛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 议员廖仙祥请撑牛排 为他们加油打气 也期许他们未来能够有更好的成绩 继续为学校争光 这程惠林 细子采访报道